建国前后,随来统领于林军,毛主席钦点这位开国少将。 1949年3月,第四野战军结束平心战役后,百万大军整装待发,准备挥石南下。 可就在这时,四野第四十五军13三师师长乌烈却接到命令,不能随四野大军南下,中央另有任用。 乌烈很纳闷,为什么不让自己根部队南下呢? 不久,乌烈就接到了委任状,毛主席钦点乌烈担任二零七师师长,只接受中央军委河北平位数司令部的命令。 请注意这个二百零七师,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首都警卫一师,号称御林军。 那么,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任命乌烈单词要职呢? 这还得从乌烈的革命生涯来看。 乌烈,1915年出生于江西平江,一个农民家庭,小时候由于家乡闹瘟疫,亲人相继染病去世,父亲就带着乌烈去安元谋生。 乌烈刚刚九岁,就成了安元煤矿的通工。 乌烈在煤矿打工之余,还参加了安元路矿工人俱乐部,这个俱乐部可不简单,是由毛主席提议李立三建立的安元路矿工人大罢工,就是这个俱乐部策划,指挥的。 乌烈加入了这个俱乐部,伸手革命思想的熏陶,进步非常快。 1930年,15岁的乌烈参加了红军,成为红三军的一名小战士。 同年10月,第一方面军总前卫,决定从每个连队抽出一名革命信仰坚定的骨干,组建总前卫特务队,担负毛主席,朱老总等人的安全警卫任务。 乌烈因其坚定的革命意志,和出色的战斗表现,成功入选,不久就升为特务大队大队长。 在第二次反围角期间,乌烈在掩护总部首长转移途中,突然远国民党公顶翻部遭遇,乌烈立刻命令战士们占领有利地形,等到敌人靠近时一起开火。 虽然特务大队的战士们都是红军精锐,但是毕竟属于警卫部队,人数不多,因此,乌烈一边指挥战士们阻击敌人,一边安排首长们转移。 随着敌人越来越多,眼看就要突破阵地,乌烈命令战士们全部上刺刀,与敌人展开肉搏战,是死保卫首长们的安全。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,红三军主力突然杀出,让敌人乱作一团,乌烈也松了一口气,事后,乌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就急被发凉,说如果红三军再晚来半个小时,后果不堪设想。 乌烈全程参与了红军第一至第五次反围角,特务大队先后改编为国家政治保卫大队,国家政治保卫团,乌烈始终在该部任职,时刻伴随在毛主席等人身边,堪称御前带刀侍卫。 红军长征开始后,乌烈被任命为国家政治,保卫团第二营营长,专门负责保卫毛主席和干部休养联的安全。 干部休养联礼,有像徐特丽、董碧武、谢绝哉、林伯渠这样的老人,还有贺子珍、邓颖超等女性家属,他们的体质不比红军战士,很容易掉队,因此保证他们的吉养特别重要。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,乌烈千方百计找粮食,靠着他搜寻的这些吉养,干部连的老同志们在长征路上没有一个调队,多年之后,很多老同志提到这件事,还对乌烈心存感激。 抗战期间,乌烈相继担任中央警卫,教导大队大队长、中央警卫团团长、延安北区位数司令等职,一直守卫在毛主席等人的身边。 直到抗战胜利后,乌烈才被调离警卫部队,去了一线作战部队。 看到这里,大家就理解乌烈,为什么会被某主席钦点担任二百灵溪师师长了吧? 因为这就是乌烈的老本行,毛主席对他的信任非同一般。 接到任命后,乌烈非常感慨,没想到毛主席对自己还是这么信任,除了全力以赴,再也不做他想。 后来,二零七师改为公安纵队第一师,乌烈继续担任师长,承担起降国前以及开国大典,石北平的治安重任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 1955年,乌烈因在保卫工作上的巨大功勋,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,从1930年的总前委特务队,到1985年正式离休,乌烈将军干了55年,几乎从未出现过问题。 这份坚守与担当,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 历史客栈作者,微情跟诗坦音,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位历史,Mesh Up the 108。